台股已占上季限 未来到底有什么产业 在低位阶级的股票可以买 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乌雷光 那今天的大盘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是比较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连续涨 而且呢 今天可以看到 大盘已已经占上的季限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报告的 大盘可不可以占上季限 当然2330的台积电 绝对要负责任 那台积电呢 也比大盘早占上季限好几天 所以我也在节目上 斩钉截铁地告诉各位 我们的台股是会占上季限的 但是到底占上季限 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进场的 你想要进场了 到底有什么股票可以做 待会各位都会看到 我跟各位报告的产业 都是可以做的 而且都是现在 当下的强势主流 我只做当下的趋势 去年的趋势会不会延续到今年 我会去衡量 如果会 我会继续做 那如果说不会的话呢 我就不会去超出它了 因为那个是无意义的 我要做的就是今年 每一年的趋势 这才是我要的股票 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 今天的大盘呢 从这个地方开盘 做一个开高的动作 那一路就往上做震荡 震荡向上 震荡向上 而我们的大盘 目前的实体K线呢 在这个地方 也站上了季限 我把季限叫出来好了 这个地方会比较有意义 所以呢各位 之前你们没有相信我的 你们损失很多 损失一个多月 真的损失一个多月 这个是7月12号 这个地方是7月12号 7月12号各位记得吗 7月12号是我们国安基金 本来说它站不进场 后来法夹湾在晚上的7点24分 宣告说它要进场 我看到了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立刻跟我的会员 做一个报告的动作 但是在7月12号以前 我就跟大家讲 国安基金它要干什么了 我们看这个画面 现在各位 这些都是我的说图 我们看说图就好了 从7月8号之后到今天 我有没有在节目 告诉大家说 多头 它只是短多而已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看我的说图就可以知道 7月8号我就告诉大家 国安基金开始会议 宣告消息时 宣告消息时 就是台股回升 这是一句 多么价值的一句话 就看你相不相信 重点不在于我 重点在于各位你们自己 你看你们相不相信自己 或许你看了很多的财经节目 都没有人敢讲这句话 或者是你曾经 也在其他的财经节目 跟你的想法是违背的 所以你也 你也有不好的回忆 但都无所谓 那些都过去了 那你也要选择好的节目 对的节目来看 我相信这样对于你的 每一年的股市的多头 你想在这个地方获利 你才有帮助的 所以我可以这么斩钉截铁的说 宣告消息时台股回升 我没有去写模拟两可的话 而且我后面打的是惊叹号 我没有打问号 了解吗 好 那这个时候什么是产业 什么产业是重点 国安搭轿加一7月8号 7月8号的星期五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 然后到了礼拜一 我们再往这边看 这个是7月12号 这个是星期二 所以7月8号你如果相信我 7月12号你就等到这个答案 然后这个答案我是什么时候 跟我的会员讲 这个是在7月12号 7月12号的晚上 7点34分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连接的影片 这个国安基金 他宣布要进场的连接影片 给我所有的会员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好消息几乎确定 大家调整好心情 我们向前冲 金钱的钱 不是前面的钱 了解吗 所以我可以把我知道 我的嗅觉专业 我的判断专业 跟我的会员一起分享 但是我也在节目上 跟各位一起分享了 因为我希望我们一起 来共襄盛举 台面上的钱是赚不完的 好 再看下去 8月2号的时候 盘中大跌318点 因为裴洛西来台 当天跌了318点 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 这台股进场买点的好机会 好机会三个字 比前面的字要稍微大一点 了解吗 所以我没有呼咙各位 没有 就看各位你们相不相信我 这个是节目的收图 你可以滑你的手机 都可以滑得到 一个字都没有改过 然后我就告诉大家 务须理会不爽盘 为什么 因为有人不爽 有人不爽 陪洛西来台访问 干嘛去理会呢 不爽能爽不爽多久 我也 OK 再往下看 然后8月4号 台股盘中下了231点 我也担心 各位你们也会担心 所以我又在节目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什么 跟着国安进场可以找到好买点吗 那你们看我的节目我就开始 跟大家讲我的方向在哪里了 对不对 好再看下去 8月5号台股台积 其创波段新高 各位 回升行情早已开始 我们回到这里 这个是7月12号 那8月5号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 8月5号在哪里 8月5号在这里 各位 回升行情有没有开始 有没有 如果今天你们是学技术分析的 还不了解什么叫做反弹 还不了解什么叫做回升 这两个字的定义 这两个字的操作 还不知道的状况之下 而且今天很可能还在怀疑 到底我们的台股是否多头开始 各位 真的要重修 真的要重修 那不会重修的没关系 股市占国车一定会给你一个确定答案 好 各位 这个时候的8月5号 有没有经过几天的整理之后 就上去了 就上去了 这个是记线 好 再回到这个地方 8月8号 父亲节 我送给各位什么 父亲节礼物PCB加1 上面一句是什么 有心人事慢调进场卡位 待会各位可以看得到 后面以后 我送给各位的连续的动作 好 这个是PCB加1 好 苹果咬一口 让你盆满钵满 各位 8月9号 当我在看到 8月8号的 那个美股四大指数 尤其是 尤其是苹果的股价 跟拉斯达克的指数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专业 还有我学的方向 跟各位就一起分享 当下呢 我就在节目 我就把 把拉斯达克的指数叫出来 那也把苹果的 K线走势给叫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 现在开始要苹果咬一口 而且要怎么咬 各位 我有VCR 看一看我8月9号的VCR 我是怎么跟各位报告的 我们进VCR 那节目到这边呢 老师还有没有想跟大家补充的 好的 在这边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还是非常 非常的重要 现在拉斯达克的位置也只在这个阶段 它也是从1月5号这个地方的附近 一路这样子做一个正式的下跌的动作 好 那在6月16号的时候 它跟着我们的这个苹果 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大家要看仔细 在这个地方同步的上来 同步的上来 但是各位 这个的糕点 这个的糕点 跟这个 跟这个 跟目前这个地方的糕点 还是有一个 很 很远的一个 一个距离 很远的一个距离 但是各位 现在目前的这个糕点 现在去咬苹果 我们现在台股里面选的这些股票 你一定要选在底部的 底部的 而不是跟苹果长得这么高的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定是在底部的 欢迎回到现场 各位 一句话最重要 买底部的 买底部的 不要去做追高的 那苹果咬 其他的苹果 其他的苹果 不是苹果咬一口 其他的苹果 有没有在糕点 有哦 有哦 那 最近这两天表现如何 不OK哦 不OK哦 那我送给各位的苹果咬一口 跟PCB 我们看下去 然后开始我就告诉大家 8月11日 这是8月11号 甜甜价加一 那这整个来讲的话 各位有几个字 重点 第一个重点 费成半导体回神 第二个重点 台积要上五日线 了解吗 所以我们学习的方向来讲的话 如果说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在技术分析下去做一个衡量的动作 那他有很多的资讯 并不是在于 他的当下的K线 并不是 而是在于那一个走势 那一个走势 那如果说 学的有限 那很像 那我也相信 你对于整个股市的有心人士的了解度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 如果借由基本面或者是技术分析 在这个股市里面去 去做一个操作股票的话来讲 不是说不可以 只是说 很可能 你对于获利的 这个的距离感 还是稍微是遥远一点的 我们看下去好了 好 8月12号 我告诉大家 赢赢加一 为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一个是各位 还没有进场的各位 你们一定要进场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 我8月11号送给的 那个甜甜价加加一 我们看一下 这个line 看你可不可以猜得到 猜不猜得到 这档个股 我们看一下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8月11号 送的甜甜价加加一 这个投资朋友 他留个line上来 吴老师您好 甜甜价加加一 我说OK 手上还有股票吗 有一些 这个是他的股票 好 然后我就说 冒昧请问 有买过250元左右的股价吗 谢谢 各位我之所以会这样子 冒昧请问 是因为他手上的股票 都是低价股 所以我怕我一下子跟他讲 他会害怕 那我希望他可以先把那个 做好一点心理准备 那他跟我说 有啊 那我就有点放心了 我有点放心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 请问有买过ABF吗 谢谢 我再跟他说 有没有买过ABF 然后他就跟我说 买过真顶跟新鑫 好 到隔天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个讯息 然后8月12号 这个是8月12号 我就说谢谢 那你应该猜到 我的甜甜价的股票了 然后他跟我说 老师早安是信心吗 各位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里 第一个 有买过250元的股票 左右吗 第二个 有买过ABF吗 各位 这两段话加起来 各位你们觉得 这个ABF是哪一档 如果各位你们还猜不到的话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然后他跟我说 老师早安 是信心吗 我就这样回答他 老师早安是信心吗 我就说 懂这句话 就知道是哪一档了 谢谢各位 懂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我上面已经讲了 冒昧请问有买过250元的股价吗 有买过ABF吗 小的吗 那我们来看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是南店 8046的南店 我记得在去年的8月上旬 我也在节目上跟各位介绍ABF 然后我也做了一个手绘图 结果就在我做的那个手绘图之后 ABF一路涨上去 一路涨上去 好各位 8月11号在哪里 我们看这个地方 现在各位看到是上个礼拜五的 11号在这个地方 了不起你12号去买 那各位你们流来上来的 我都都这样子跟各位服务的 那你们猜到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 因为有做过ABF的话 好那这个时候各位 如果你们相信我 今天涨的20块钱 你是100%完全拿到 今天上涨的20元 你是100%完全拿到 了解吗 好各位 8月8号 这个是8月8号 PCB加1 这个是8月9号 苹果咬一口 我这样讲各位清楚吗 然后再来就是 甜甜价加1 那所以各位假设 各位是看到 各位是学技术分析的话 应该在这个地方 留下上引线黑K的时候 应该会判断 9成以上它会不会做拉回的动作 对不对 会不会做拉回的动作 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 相信我 相信我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买的股价 当然是比各位要低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是8月5号 8月5号 请市价买进8046南店 8月5号 我们看8月5号股价在哪里 各位 8月5号股价在这里哦 在这里哦 那如果你问我说 吴老师 这个留下这样上引线 你不怕被拉回来吗 各位你讲的这句话 是技术分析的话 技术层面的话 我怕不怕我会不会 进出股票我不会怕 请相信 我不会怕进出股票 因为我会去看有心人士的动作 那个是几乎确定的答案 这个地方各位如果要学习的话 就请多看股价三国策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K线的符号来讲 对各位来讲 可能变成一个答案了 但是对我而言呢 这个答案是否确立 我有另外的资讯可以做佐证 所以我可以在8月5号 就带着我的会员 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好 这个地方呢 今天最高是283 今天最高是283 紧接着 我也告诉大家什么 电动车 电动车加元宇宙 上个礼拜五 我也告诉大家什么股票 三级三级的资源 你如果忘记了 没关系 上个礼拜五 8月12号的节目 你把它调出来看 你看我会介绍这档给各位 这个就是电动车加元宇宙 苹果咬一口呢 各位 这个是苹果咬一口 了解吗 所以都现在有很多苹果 苹果的股票 是不是都在刚刚各位看到我 8月9号的VCR 请找底部的 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 分享什么呢 我们回到这边 各位 超前布局 加赖流言 B1 股价加一 那什么叫做B1 股价加一 很显然它就是一个地下室 那既然是地下室呢 它的股价应该也是 也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区域范围里面 那不管是各位刚刚看到的资源 不管各位看到的南电 还是创伪 它都是属于B1的 了解吗 都是属于B1的 那如果说你怕在B1 那我就不晓得该怎么告诉你 在股市里面 你要做一个 做一个真的 真的是一个大大的赢家 所以你每次都买在高点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都会追高 你不要说 这档股票已经涨上来了 我买它好像我比较有点信心 因为我看到它涨上来了 各位 你是不是最后一只老鼠 你还不晓得 了解吗 如果说你买到它的高点 正好隔天就被做拉回了 而且拉回之后还不打紧 拉回之后它就是 要做一个筹码整理的动作 股价下来 你还在叙手它 你就真的是麻烦了 就真的是麻烦了 所以与其如此 与其如此 我就找一个B1的股价 B1的股价 这个时候我不管怎么买 它也在B1 它也在B1 所以各位 加来留言 B1股价加1 最近留在上海的投资朋友 都问我一句话 吴老师 台股真的要涨了吗 我都是回他们说 不是要涨了 是已经涨了 已经涨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从7月12号 我们的台股最低点13928 就这样子一路上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被做拉回的动作 有被做拉回的动作 那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动作 但是它的拉回 你要看它的筹码 不是那么的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很可能你看到它的拉回 你会认为它就会下来 所以看筹码 它的可靠度有多高 我不知道 这个答案 可能要看你的盈亏比率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那现在在这个行业 在这个台股的状况之下 那这些产业 到底我什么可以买呢 我就一直跟大家 在节目上说过 电动车 电动车 跟半导体 那半导体 你要用 你要以IC设计做 做那个出发的动作 对不对 那IC设计出发的话 我还告诉各位 第一个要看的是HPC 看这档个股 四星K1 各位 这档 我做两次了 六月份做过一次 我在节目上 7月份做过一次 我在节目上 跟各位报告过了 简讯也跟各位讲 7月14号 HPC加1 记得吗 记得吗 这个是7月14号 这个是不是 他的低点 对不对 我可以 我可以专业到这种准度 然后很大方的 跟各位一起分享 那如果各位 你们都一直说 他的股价高 我会怕 那就这个时候 我没有限制各位 是你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除非说 我连一张我都买 我都没办法买 所以 这个高股价对我是无缘的 这句话 OK 我接受 但是如果说 高股价我不买 我有钱 但我不喜欢做高股价 各位 这个时候 你绝对不是一个股市赢家 绝对不是 你还是按照自己 按照自己的习惯 去进出这个股市的动作 所以不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也跟各位报告过什么 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8月11号 请市价买进3661的市新 8月11号 这个是8月11号 你会进场 你敢进场吗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 是不是高股价 先不要跟人家这个 他的价位 在这个位阶 你会进场吗 我在这个地方买 然后这个地方把它卖掉 然后等到他跌下来 在这个地方买 再进去 我这样的操作 是不是低买高卖 这就是我符合在节目上 一直跟大家所报告的 不管在任何的行情状况之下 不管是多头趋势向上 空方趋势向下 你的操作策略就是低买高卖 而不是一路抱上去 或者是一路往南 不是 不是这样的操作 所以说 我不是说着玩的 我不是说着玩的 在节目的后面 都会有我的一个广告 那些都是千张万确的 都是千张万确的 包括上面的日期 包括我上面讲的股票 包括我说的 各位在节目上都可以知道 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 今天 王雪红的股票 让大家受惊了 但是 我会怕呢 I don't care 了解吗 所以各位 很多的资讯 我想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 都能够做到 买到一个好的股价 所以今天呢 超前布局 B1股价加1 待会看完我的节目 请你告诉自己 我要进场 我要进场 第三次让你自己念 今天福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不并致富投资风险 现在主持人有点 就是叫我 跟各位讲那个底牌嘛 但是 怎么讲呢 怎么讲呢 有一首歌 我也蛮喜欢的 这首歌是老歌 那我个名叫什么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什么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呢 这个六月是28号 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然后在这个地方 各位 我现在进入到一条均线 你看那条均线 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现在设定的是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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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宏达殿 从这个地方下来的时候 到了月线 这个是上礼拜五 这个是上礼拜五 各位 有没有在月线 上面 正好碰到 是不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现在设定是月线 有没有在月线 有没有在月线 好 是月线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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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